连衣裙都能3D打印,你敢穿不? 全球71人当中,可能有一半都穿过连衣裙 曾经你要到店里翻翻找找,再试穿个六七条 才能找到尺寸适合款式喜欢的裙子 现在你可能坐在电脑前犹豫半天 当初把软齿量自己的腰才敢下单 但如果在你家里就有一台跟微波炉差不多大的3D打印机 想要一条质地柔软量身定制的连衣裙 点击下鼠标就能直接打印出来 你们觉得这样够酷吗? 来自澳大利亚的设计师林凯伟已经将它变成了现实 林凯伟3D打印领域的浓潮儿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用3D打印机制作整件樱花连衣裙的人 别以为一条裙子没什么大不了 这其中可极富技术含量 首先林凯伟希望即使使用普通的3D打印机 都能造出裙子来 可一般的机子无法做到一次打印成型 设计师只能从裙子的图案开始 煞费苦心地将裙子的设计拆分成191个部分 分开打印再统一拼装 设计完成但难提还有 现有的3D打印材料几乎都是比较硬的塑料材质 编衣裙想要做到金融就要靠来自荷兰的原材料PLA PLA又叫聚乳酸 是一种氢量级生物聚合物 由玉米淀粉和甘蔗制成 要将PLA制成可用于3D打印的材料 就要靠遮耳台机器 这机器凝结了科学团队的100万吨星力 只要将原料倒入金融斗 加热到220摄氏度 固碳的颗粒就会变成粘液状 挤压机就能压出两条单丝纤维 经过温水池 纤维会慢慢凝固 但要保持它的粗细统一就很难 他们发明了这样一座转轮 来保证可以生产出完美柔软的细丝 打印连衣裙的材料有了 回到林凯伟这边 他只需要装上有打印材料的卷轴 打开开关 精气会把细丝拉进管子 用0.1毫米粗细的聚合物材料 支撑和设计图一模一样的连衣裙组件 用这三台打印机打上一周 191个组件才算打印完成 再花4-5个小时逐快拼接 一条3D连衣裙总算可以穿上身了 嗯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又酷又性感 以后想要定制衣服 只要点下鼠标 就能帮你造出来 这衣服自带科技感 但目前就是 印的有点慢 你们觉得 3D打印衣服靠谱吗 评论区内 分享你们的看法吧 拜拜